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还有一个叫补气的功效 因为它里面的脚骨栏的皂肝 它跟人参皂肝有很多类似的结构 像有些人肝脏发炎 或是有一些那种肝癌 我们也常常会用的一个药 它是一个还不错的 然后没有什么毒性 然后我们搭配的话 就是搭配佛手肝 因为脚骨栏这个东西它有点苦 然后味道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加了一点佛手肝 佛手肝的话它疏肝解育 有些人特别就是压力大 生气什么东西想吃东西 在减重的时候 你可以用像这种佛手肝 比较就是柑橘香味的去把它提味 然后搭配生甘草还有红枣 那我们的脚骨栏大概三千 佛手也是三千 那甘草三千 那你的红枣大概五颗 你把它用大概800到1000cc的水 稍微煮过 它一方面是养甘 一方面它也可以消脂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在减重时候用的差异 2 4 6 3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